这里是深圳穷实际 今天我们去吃一家韩国料理 这家韩国料理呢 老板跟老板娘都是韩国人 而且很多人排队 最好错开那个高峰期的时候再去吃 这家店也开了有一定的年份了 有很多韩国人都去吃 学生也有 工作党也有 点完餐之后 他才会给你上5个小菜 基本上就是韩国的泡菜 八爪鱼韩式石锅拌饭 里面的八爪鱼料子给的挺足的 而且那个饭并没有锅巴 吃起来也非常的松软 八爪鱼吃起来很新鲜 他们家的石锅拌饭非常的地道 放的韩式拌饭酱不会很多 所以口味吃起来刚刚好 调味炸鸡 调味炸鸡酥香可口 酸甜的湿酱 裹着炸鸡既能解腻 也可以增添丰富的味道 鸡腿部位的汁水非常饱满 鸡胸上的肉会比较柴 炸鸡不会炸过头 我觉得比初戒炸鸡好吃 他们家有两种口味 一个是原味一个是调味 调味的口味感比较重一些 他们还有配送酸萝卜 干明太鱼汤 鱼肉坚果不会腥 汤很甜味道醇厚 后味会发醇 里面有白萝卜西葫芦 能够让这份鱼汤更加鲜甜 这是推荐的 它会附送一碗小饭 可以当汤泡饭 但是个人觉得点了石锅拌饭 就不要吃它的汤泡饭了 香多多觉得点海带汤泡菜汤 还不如点这碗 干明太鱼汤 这份汤是两个女孩子的分量哦 美团评分4分 上面标注的人均消费是106 但是我们实际人均消费是73块钱 两个女孩子吃七八分饱 点了三个菜 香多多对此行还是挺满意的 这加5分的话 香多多会想给个4.2分 唯一遗憾的是 没有点汤的活八爪鱼 喜欢的朋友可以码下这个视频 订阅